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 給修車新手的三個終極建議 那如果你是修車新手 你正在讀氣修科 那今天的影片一定會幫助到你 那你是不是覺得說 怎麼都沒有人教我們修車的技術 然後剛開始學修車 薪水非常的低很少 然後在學習的路上 常常被客人捉弄 被人家瞧不起 甚至被人家欺負 好大家好我是子晨 那我自己是做汽車維修工作 我做了九年的時間 那我一開始也是跌跌撞撞 覺得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就想說 我可以錄這支影片 來幫助剛投入修車業的年輕人 一定會幫助到你 那首先呢 我覺得我們修車人 最常碰到的三個問題就是 第一個就是沒有人教你 第二個是薪水剛開始太少 第三個呢 是人的問題 人際關係的問題 然後情緒管理的問題 這樣子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是 沒有人教你 那你看我們修車 剛開始的時候什麼都不會 很菜 然後呢這時候你的老闆 你的師父呢都很忙 因為他們要應付客人 然後幫客人修車 很忙根本沒有時間理你 剛開始我自己摸索的時間 也花了非常多 那也常常修到一半會卡關嘛 卡關的時候就一直問老闆 一直問師父 然後他們很忙 然後可能也覺得我很煩這樣子 可是呢 我也想說啊怎麼辦 會不會就是師父 跟老闆會不教我 自己也會有點擔心嘛 因為摸索真的是 很浪費時間的 但是後來呢 在我現在的這個階段 那我就會 回過頭去想 那為什麼我要教你 假設你現在是一個 年輕人來學 那為什麼我要教你 你想喔 如果我是老闆 你年輕人來學 我如果把你教會了 你看喔 你又年輕 然後你會不會 你成為我的 競爭對手呢 就是我教你 有這個風險 那如果我是修車的師父 我為什麼要教你這個年輕人呢 我自己上班就 很忙了 還要撥時間教你 又沒有加薪 而且我如果把你教會了 你看喔 然後你又年輕 反應快 然後眼睛明亮 手腳四肢靈活 那體力又好 對不對 那我這種 中老年的師父 把你教會了 你有了技術 然後你身體的狀態 比我還要好 那你是不是有可能會 取代了我的位置 老闆會覺得我已經老了 然後把我fire 然後 顧用你 所以 我會有一個 被你取代的風險 所以我後來想一想 老闆跟師父 沒有任何理由 是要教你的 教你這個 年輕小夥子 因為 你會給他們帶來一個 威脅 那後來呢 我就發現 這樣子不行啊 那這樣師父都不教我們怎麼辦 對不對 那後來呢 我就採取了一個方法 就是做 交換 怎麼交換呢 我們這個人呢 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一直在做交換嘛 什麼交換呢 就是 價值的交換 怎麼說 比如說你的師父有技術跟經驗 但你想要獲得啊 可是你有什麼東西可以跟他換呢 那我後來想了想 我們就是 有 勞力嘛 還有 精神 時間 跟他換 就是 灑得出力嘛 對不對 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你今天拿了 一百塊 給便當店老闆 便當店老闆 就會 給你一個便當 那你們這樣子就是做一個交換 你給他錢 他給你便當 你今天去上班也一樣 你把你的時間 提力給了你的老闆 那老闆給你一個月的薪水 欸你們也做了一個價值的交換 那在這個 世界上就是換來換去 換得好的人呢 就越換越好 換得不好的呢 就越換越窮 資源很少 那我們修車一樣 我們想要人家的 技術與經驗 就是 拿來換嘛 那我們怎麼換呢 很簡單 修車的 就是師傅呢 要買便當 買材料 對不對 買香菸 買檳榔 這時候呢 哇 你就是要 主動積極的去爭取這個機會 比如說 師傅要拿工具 要搬東西 搬輪胎啊 然後 服保險桿 什麼之類的 這些就是你一個 表現的機會 比如說 他需要人家幫忙 拿手電筒之類的 那我覺得呢 與其你 坐在那邊 想 等師傅來教你 不如呢 我們主動 積極去爭取 學習跟幫忙的機會 我相信 那個 你的努力跟 學習的態度 老闆跟師傅都看得到 我相信大家會 慢慢的願意去 花更多時間在你身上 然後也把他的技術跟經驗 與你分享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錢很少 那 在我 做修車的這個 九年的時間 也碰到很多的 年輕人 想要來 嘗試看看 想要來 觀摩 來學習 然後 來研究這個產業 就是 氣修產業 不管是 引擎電機 擺進烤漆 都好 甚至 很多技術業都一樣 會有一個 剛開始錢很少的問題 那像我自己就是 我 九年前那個時候 更少 哇靠 那時候我 國中畢業 然後 我去讀夜校 我白天八點上班 晚上 下午五點下班 然後 就買個麵包 然後 就衝去學校上課 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 我薪水是 一萬二 連基本工資都不到 可是那時候 我就想說 啊沒差 反正 反正 我就 剛開始 什麼都不會 嘛 那有人願意 用我 我就是 也是蠻感恩的啦 可是呢 我去到學校 那我們學校 然後 同學會聊天啊 大家都讀夜校 白天都有一份 工作 或是有兼職 有打工嘛 那我們就會聊啊 欸 同學 你在做什麼 對不對 然後 薪水多少 那後來我發現 我們技術業的同學呢 其實普遍 薪水都不高 那你會問到 有人 哇 兩萬三萬的 很羨慕他 那我們就只有 差不多一萬出頭 到兩萬這樣子 那後來我自己去 呃 就是 調適 那我後來怎麼想呢 那我一個老師呢 就會給我一個 很智慧的 想法 就是你想喔 呃 一棵草 跟一棵樹 哪一個長比較快 一定是草長得比樹還要快啊 可是你覺得是草可以長比較大 還是樹可以長比較大呢 那通常都是 樹的成長空間會比較高 可是他成長的速度比較慢 所以就有點像我們技術業的人呢 剛開始在成長的時候很慢 很慢 因為你要開始學嘛 從 索羅斯啊 從補胎啊 開始學 那 可是我們的成長性是很大的 就是說 呃 你做 如果你做一個普通的 上班族 呃 沒有技術的上班族的話 你的薪水可能 成長空間比較有限 那我們技術業剛開始很低 但是 雖然你的成長空間也是有限啊 但是 你的成長空間會比較高一些 你可能可以 多個 一萬到兩萬之間的 這個薪水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啊 沒差啊 反正我就是多學一點嘛 然後 以後的薪水一定會加薪了 那我明白這個道理以後啊 我就覺得 呃 心情好很多 那在剛開始我們薪水很低的時候 這個 投資理財的這個規劃就很重要 像我當初啊 就是不太會投資理財嘛 那時候賺一萬多 就幾乎呢 就是 自己繳學費 繳手機 繳交通費 就花的可能差不多了這樣子 那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呢 我絕對不會這樣子 如果要給年輕時候的我的 理財的建議 我會推薦我自己看 呃 羅伯特親奇的 富爸爸與窮爸爸 那本書改變了我 呃 財務知識相當的多 我覺得很有幫助 你 你 我也推薦你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 就是 總而言之呢 我講個 大概啦 就是 把你的錢 花在 會讓你賺 更多錢的地方 我是說 在剛開始我們比較窮的時候 就是 把你 賺到的錢 花在會讓你賺更多錢的地方 那舉個例子 好了 你可能把三萬塊 花在 買 修車的工具 讓你修車更順利 更快速 配備更齊全 然後 讓你賺更多錢 這個 花錢就是 值得花的 那如果你把三萬塊 拿去買一個 可能名牌手錶 那你覺得很帥很酷 然後大家都覺得 你很有品味 可是呢 這些錢呢 就是花了這個手錶 那麼 並不會讓你 就是 更快的 累積 你的 錢 所以 剛開始我會建議 花錢買工具 花錢 學習 花錢 上課 花錢提升自己 我覺得是 一個更棒的選擇 這樣子 那第三個喔 第三個問題就是 刺激了 第三個問題呢 就是你會遇到很多奧客 你會被老闆幹掉 你會被 你的親朋好友 閒言閒語的 那我們就簡單分享幾個 那時候記得呢 我剛開始做的時候 我印象超深的 就有一個客人 就開車進來 然後呢 我就是 新人嘛 我就去迎接他 喔這個老闆下車以後呢 直接 好像沒看到你那種感覺 然後就直接跳過你 然後走進去 然後就跟老闆說 他講台語喔 他說 老闆啊 麻煩把我車灌風姐 就 灌風就是打氣嘛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靠 這麼簡單的工作 都不給我這個新人一個機會 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啊 算了 他可能是 比較信任老闆嘛 然後後來他又再大嗆一句 我就更難過了 喔 那時候呢 他就很大聲喔 然後他就對著老闆說 老闆啊 那我的車喔 別給我黑鞋啊 給我衝啊 喔 靠 灌風也不給我灌的那種意思 就對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啊 這心情有點低落 我就上班 上班怎麼遇到這種事 因為我們人呢 就是 嗯 喜歡被認同的 喜歡被 讚美的嘛 就是 被肯定的 哇 可是呢 剛開始學的時候 我們的客人呢 通常都是很不信任你 因為他一看你是 高中生菜鳥嘛 所以他根本不想理你 那有時候呢 客人心情差 也會罵你 你要想喔 就客人車壞掉的時候 通常都是心情很好 還是 很幹 就比如說你今天要出門 然後車壞掉 通常呢 這時候客人的心情都是 很不爽的 來找你修車 那記得有一次 約一個客人 然後呢 他就車開來 一下車就罵髒話 哇靠 好像我的錯耶 他就一下車 就說 沒差喔 這直播應該可以罵髒話 他一下車就說 哇 你娘呢 車輪還炒到鐵爪啊 然後呢 我就覺得說 又不是我的錯 又不是我刺的 然後就去幫他補嘛 然後補的時候呢 我就蹲在那個 輪胎旁邊 幫他補 補胎 然後呢 他就把一隻腳 跨在輪胎上面 然後呢 用他的下面 對準你 然後呢 那邊一直踢他的輪胎 你說 喔 我長到還有風 今天就沒有風 腰衰 哇靠 一直抱怨就對了 然後那個時候 我也是 超級不爽 不爽呢 我們賺人家錢 就要看人家臉色 那我們也是不能怎麼樣啊 那我就覺得 算了 然後 還有一種人是怎樣 你知道嗎 還有一種人就是 有點瞧不起你 這樣子 就是你可能遇到你的親戚 尤其是過年的時候 過年的時候呢 遇到你的親戚 他就會說 欸 紫辰 聽說你最近去學修車啊 喔啊 好像混得不錯 啊薪水是多少啊這樣子 然後 他明明就知道那個 菜鳥沒什麼薪水 硬要問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 就是年輕的不會回答 不會回答就怎麼辦 就長輩問就 死話死說 那時候死話死說 就說 喔那個 那個 我才賺個 一萬多塊而已啦 就 還貼補家用 還可以這樣 然後 然後他們就會說 喔 不錯啊 阿爛阿爛阿爛 那 收你這麼易了喔 也是不錯啦 然後怎樣又怎樣 哇靠 硬要問欸 就硬要把你 挖到底 阿 你老闆有 給你吃中刀喔 怎樣怎樣 我一直知道他是 關心我啦 然後有一種感覺就是 他兒子賺比較多的那種感覺 這樣子 那我後來呢 我覺得在修車路上 在這個人際關係的 相處上 是我碰到最大的困難 除了客人 除了你的親戚朋友 甚至你的老闆 你的師父 你們的相處上 常常會有一些 碰撞 那我們呢就是 呃 賺人家錢 就是 看人家臉色嘛 有時候 呃 我非常的不甘心 那但是也沒有辦法 後來呢 我 開始就是 調整自己的 心態 那我就覺得 好很多 那我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 這樣子 那首先呢 遇到那些白目的 客人 OK呢 我就想說 哇靠 那他一定是 車壞掉 覺得很衰 心情不好 然後 他做了那麼急車 那我就想說 沒差 反正 那是他 他家的事嘛 那他做了那麼急車 你想喔 他還是很可憐的啊 那 他那麼急車 人際關係 也一定是 不是很好嘛 不然就是身邊都是 差不多的人 那我就是這樣 安慰自己 那我們不要去跟他計較 那有些朋友 有些親戚呢 會看不起你 會酸你呢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就是 把責任放在 自己的身上 為自己負 100%的責任嘛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停止 你的抱怨 你看喔 像假如說 我現在跟你抱怨 我說 喔就是因為 那個客人太白目 所以 我今天修車心情很差 你看喔 這樣子 我心情差 變成客人的責任 好像我自己 就沒問題 這是 很不負責任的 可是是很舒服的 因為 我把責任都推開了 喔 因為 那個什麼總統做太爛 景氣太差 所以 我賺不到錢 這個一樣 這個一樣是把 責任推給景氣 跟總統 我自己都沒有問題 那這樣子呢 就是 這種很不負責任 而且你身旁的人 聽了也 不會很舒服的事情 所以我之後 我原本就喜歡跟人家抱怨說 我今天 修車多衰 然後 修車遇到什麼奧客 那後來呢 我就調整 自己的心態 我就會跟自己說 那是不是我自己 就是哪邊出的問題 那我自己有什麼地方 可以改進的 是不是我以前 做人就是 很白目 所以我的親戚就喜歡 這樣子 去比較 那 是不是我以前 做的事都讓人不太舒服 那甚至呢 會讓父母擔心 所以 做什麼都得不到支持 那我覺得各行各業都一樣 如果 我從我自己改變的話 我相信 如果我的技術 欸 我學的 更精 把技術學的更好 然後 是不是 更有禮貌 然後 那個 情緒管理 做的更好 是不是 客人可以更信任我 然後 家人朋友也可以更支持我 我相信 當我們自己 嗯 變得更好的時候呢 沒有人會 遠離我們 甚至 會更想要跟我們 更近的 相處 因為我相信 人都是喜歡跟 正能量的人 一起相處嘛 這樣會感覺到 比較舒服一些 好 以上呢 就是我跟大家的分享 幫大家整理一下 第一個呢 就是 師父不教你 那我們就做價值的交換 用你的精神 體力 時間 去幫忙師父 然後主動積極的去 跟他換他的經驗 跟技術 第二個呢 就是錢太少 錢太少的話 就是把錢 花在會讓你賺 更多錢的地方 推薦你 富爸爸 窮爸爸 羅伯特親奇的 這本書 那第三個呢 就是 呃 在人際關係上面 遇到很多衰事 我覺得就是 調整自己的心態 然後 為自己 負百分之百的責任 做一個 更好的人 你做什麼事 不管你做什麼事業 做什麼行業 都會 受到大家的喜歡 好 那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子晨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FB 全部都搜尋我的名字 講解子晨 在這個頻道 我會和你分享的是 我做 汽車維修工作 然後 我在下班 有 經營Newskin 那我 不管我學習到什麼 我都喜歡 記錄在 這邊 好 最後 忘了跟你講 最後就是跟你說 呃 這個行業 有 適合跟不適合 不是說 你今天看了我的建議 你就是要一直 覺得很痛苦 還是一直堅持下去 這樣是會生病的 怎麼說 就是 你今天明明覺得 你碰到很大的障礙 你可能 遇到奧客真的很生氣 你可能真的學得很辛苦 或者是你真的覺得 錢 不夠多的話 呃 如果真的不適合 我還是建議你要換 不是說 你看了我的影片 就是說一定要撐下去 如果你做得很痛苦 硬撐 那個是會生病的 好嗎 那我希望呢 我的分享呢 可以幫助你 對這個行業的判斷呢 也可以 希望你可以獲得我的建議 希望對你有幫助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對了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嗎 記得 記得